你爸不要你了吧 你爸爸不要你了吧 你还笑 刚才公公和他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说让我们回去 然后我说你儿子不回去 他说那就不要儿子了 然后我老公现在在这讨好我公公 我公公说你带着那儿拿回来 让他自己在那儿留着吧 不要他了 你妈妈不要你了吧 你看看你爸所有人都得罪了吧 你不回忆了 你看看我老公的中文有多辣啊 给大家测试一下 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 我也爱你 再来一次 爱你就像吃水煮鱼 水煮鱼 水煮鱼 8888 888 666 0066 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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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44 44 好好学中文吧 44 44 你爸都嫌弃你了 你再不学中文我也嫌弃你了 到时候你爹也不要你了 你老婆也不要你了 看你咋弄 你还笑吗 你爸爸不要你了 为什么 你爸爸不要你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伊朗看他 哎呀妈呀 怎么办 哎呀我的妈呀 你说哎呀我的爸呀 你爸不要你了 哎呀我的妈呀爸爸 哎呀我的爸呀 哎呀我的妈呀爸呀 哎呀我的妈呀爸呀 你爸你妈不要你了 你老婆也不要你了 为什么 嗯 为什么 因为你中文说的不好 我的中文很好 你觉得很好 其实什么都不是 你什么都不懂 我知道了 你知道啥了 我知道了很多很多 你知道很多很多呀 例如嘞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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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是 中国女婿 哈哈 你是中国女婿 然后呢 你丈母娘呢 啊 丈母娘呢 什么 你知道丈母娘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my mother 我的妈妈 是你的丈母娘 哎呀我的妈呀 你叫我 好吗 老师 帮你 爱 快点学中文 123 123 123 456 但是呢人家那个数学的挺好的 因为经常算账嘛 对吧 对吧 你说对 非常对 啊非常对 还能体移反三 可以了 嗯 听见他去健身房啊 累的回来不会动了 吃完饭就这样瘫了 给我公公打电话吗 我公公又不要他了 说让我带着我闺女回去 什么 我说你爸爸不要你了 为什么 你不回去给他过生日呀 他生气了呀 妈呀 哎可怜的孩子 爹不疼 妈不爱他 娜娜从幼儿要回来了 然后他说要吃面 再给他煮一碗这个海参面吃一下 补充一下营养 给娜娜的面做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开始给他吃饭了 我吃一碗的盐很饿了 中午还是不吃 布尔奇的饭 给娜娜做完饭 赶紧帮客户挑选这个 欧珀了 最近这一次坦布尔一直是阴天 要么就是雨天没有充足的太阳光 像珠宝类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在自然光下拍摄 利松是还好 但是欧珀的话一定要有阳光才能把他的火彩给照出来 趁这会空档赶紧工作一会 上个视频认很多亲人说我家不大其实不用请阿姨的 主要是我真的是平常除了带娜娜 然后奶奶在家的话是一定给她做饭的 我跟老公的话是外出吃的比较多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工作也比较相对比较忙 而且我颈椎腰椎是有问题的 所以才找了终点阿姨 因为你看刚才做完饭又工作完 仅值得要做我跟我老公的晚餐了 今天做一下藏红花米饭 我比较是省事 像正宗的伊朗做法的话是藏红花提前泡水 在冰箱里头冻着吃的时候融化一下 加点水就是米饭快熟的时候加一点就行 但是我这个是直接把藏红花丢进去的 虽然不好看吧 但是味道还是可以的 现在炒牛肉 我会牛肉炖一个土豆 稍微要炖一下焖一下 加点番茄炖一下 好啦 今天我们的晚餐就好了 刚才吃完棉条这是又一顿饭 这个不要学我 因为我老公说太饿了 然后正常的话是 就是把牛肉做好高压锅蒸好之后再放土豆炖 但是它实在是等不及了 我就一起焖了 就把那个土豆给焖的比较烂一些 就不太好看了 看我们的藏红花米饭 看这个锅吧 虽然卖相差了一半 但是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小巴好吃吗 好吃吗 你不理我呀 好吃的停不下来 我老公就是好一点 好不好吃 他都会给面子的时候好吃的 这个太大了 然后是小的 来 小的 我吃走 你怎么还想要吃 你怎么吃 哥哥